各位聽眾 大家好 現在時間是2015年6月17日 晚上大約8點35分 我是嘉白烈 現在在正總現場 正總的立法會部分 立法會出的空地 分隔了兩部分 一邊就是被一些 親普算統的人士 用來做示威 另一邊的示威區 就是一些土共組織 去到佔力 就拿來做示威區 現場可以 現場兩邊 各有各做 剛剛在支持 sorry 在真普算這邊 就有不同立法會議員上去 包括 毛孟靜 長毛這些 另外 同時另一邊 在土共那邊 他們就不停在那裏播歌 現在放在獅子山下 曾經播過輪國的國歌 現在嘗試 播到很大聲 蓋過立法會議員上台叫咪的聲音 我剛才在沿途走 現在 立法會廣場 對著 我現在背對著這個 立法會道和龍和道的交界 剛才我一路走過來的時候 一路都見到有很多不同的 那麽 在哪裏 應該都ах Isab 你欸 那麽 整人 我對此 很疑的時候 我們正在錯了 這裏 陳思 抱歉,有什麼問題? 好,剛才在貼馬公園的情況 貼馬公園主要被土共組織佔領了 土共組織的所謂支持者也會在那邊休息 大部份都不是用廣東話溝通,有部份是普通話,有部份是我聽不懂的語言 然後呢,沿途走過,警方佈置了警力在外面有多少呢? 基本上我現在是任何一個位置,我是沒有什麼方法看不到警察 包括立法會道,立法會道在政總這邊和政總的另一邊都有警察 我可以過去看一看,沿途可以給大家看之前的天美邨現在的情況 你可以看到天美邨現在張旁之間在,人來人往 也有電視台在採訪,他們用高伸縮架放了攝錄機器 去到拍攝廣場裡面的情況 去到龍和道和立法會道交界 去到龍和道和立法會道交界 可以看到立法會道近金鐘,即中信大廈對出的方向 其實就有一大批的警員在那裡駐守,在那裡stand by 是這樣的,大家可以看到片的時候你會問的 這樣就可以看到,除了在立法會道廣場對出之外 在立法會道的另一邊,也都有一批人聚集的 用黃色暫時未看清楚到底他們代表機械是哪一邊的陣營 又或者他們的訴求和意念是什麼 現在這個情況其實跟當時 遮打革命的時候有點遲 其實也有外國記者和一些關心香港情況的人 來到這裡正常現場,去了解發生什麼事 以及去做採訪的 看看會不會遇到之前遮打革命的時候遇到的那些記者 這樣你現在可以看到,其實就算只是在立法會道 我眼見的警力佈置已經超過一百人了 另外在鐵馬公園那邊也都有大約二百人左右 這裡的警員有軍裝也有便衣 暫時因為他們沒有帶帽 所以看不太清楚他們到底屬於什麼部隊 如果便衣警員方面,他們大部分都穿了背脊寫著警察的背心 相信這一批有好機會可能是CIB,CID,或者是反黑的探員 暫時呢,就... 好,我暫時在現場報道就這麼多 沒有直播,我需要交回去 以上報道是由中國台記者加伯烈在金鐘政府總部報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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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